1933年 时局动荡 王家人四处逃难 原本二十本的老板族谱不便于携带 王白学两兄弟从老族谱里删去了没有后代的族人 将其简化为一本 叫做《王室家族要篮》 分发给当时的王家人 而老板族谱终因战乱遗失 王若杰说 年轻的时候对家族延续 族谱规整并没有什么执念 反倒是年纪大了 一天天穿行在这族被留下来的一砖一瓦之间 总觉得自己有一种使命 要在有生之年把王家的族谱重新续上 让这个显赫意识的家族不仅仅停留在过去 原来的老谱就是乾隆或是十年的老谱 他是二十本的 这个叫全谱 又不是叫全谱 就是郎的女的赌计 这个叫全谱 这个事情正好是我 呼吸从郎族怀来以后 他先下脆门了 胡下走动了 就在一家画下了我家的老板本 就是乾隆或是十年这个二十本的 我呼吸了就画了少都卖的 就是我买下吧 父亲意外寻得的乾隆五十四年全谱 成了王如杰续修族谱的重要依据 但是从一九三三年修订 王氏家族要揽至今 已有近九十年 九十年沧海桑田 王家后人早已散居五湖四海 从三三年修复以后 我家王家就再没有修 到我修复时 正好那些人还在世了 这个宗教呢 上面虽然没有他的名字 但是他的父亲 他的爷爷在上面的 是吧 这样我就上下想念啥了 开牙梦了 王如杰一直没有闲下来 每一条线索他都不会放过 只要有可能 他都会挨家挨户登门拜访 哈老爷爷 哈老爷爷 请请请 牧鸦都有孫子了 有两个小孫子 就顶着我学一孫子 我今年已经78岁了 看来这个身体好行 这个思维好行 我在我有生旨意 把这个祖父去杀他就行了 他原来的就寂寞不动了 这样呢 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再有三十年 是吧 他这个 他有他的名字 三十岁他记得他爷爷 就能累下来 我不愿意在我手里面就失掉 淡带 凡国必有史 有家必有谱 祖谱是记录一个家族迁徙发展 和文化精神内核的历史记录 对于王家人 王家大院的祖宅 是他们思乡念祖的精神家园 续写的祖谱则是关乎身份 关乎根的血脉传承 我会让你来说